過兩個月 西州島的櫻花會開得很漂亮 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上花? 盡量安排 聖誕你要放假嗎?你去做 我有什麼做, 你知道嗎? 我知道什麼? 應該不會背著我 和我雜苗女王去台灣的 小陳, 我是卉卉 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台灣的葦葦 下一段留言, 12月14日 小陳, 我知道現在已經是深夜 但我真的好想告訴你 自從與你相見之後 我每天都會想起我們說過的一切 讓我輾轉難眠 下一段留言, 12月15日 你離開也不告訴我一聲 是怕我糾纏你吧? 就算你回到了香港 我都絕對不會放棄的 下一段留言, 12月20日 小陳, 我知道纏著你讓你困擾 可你就是我一直尋找的人 若不全力爭取你 我如何向自己交代 所以除了你, 我不會再考慮其他人 小陳, 我從未對別人如此低聲下氣 你就答應我吧, 好嗎? 小姐 開廠了? 不是呀, 收廠了, 你沒事吧? 我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杨杨, 薪酸鑽, 今天報告拿了什麼? 拿到了 測試結果顯示人工鑽石 和天然鑽石的化學成分 和晶體結構方面是沒有分別的 兩者的分別只有專業鑑定師 在寶石鑑定室才識別到 進來 你們可不可以出去嗎? 我想跟幫助保體 明白, 那我們先去餐廳談一談 走吧 走吧 老闆, 真是下晴天嗎? 你跟我這麼來問我這些問題 我真是被你失望 小姐, 為什麼? 老闆太太, 只有他們兩個在這裡 我不放心 你媽, 什麼事? 不是新星又要你拍過什麼古裝頭腦 我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我要問你幾個問題 那戒指是送給誰的? 你去台灣幹什麼? 那個女人是什麼人? 除了別的問題, 其他我也聽不明白 什麼戒指? 之前放在你三袋那一隻 我還以為你去台灣和我一起去 當然, 醫毛已中發現了一戒指 你們就補充其他情節 慢著, 你和新星拿隔 就是打算跟我去台灣? 現在我問你問題 你看到那一隻戒指是嗎? 這是人工鑽石戒指 爆料而先的道具 那天我代替 是幫欣欣拿去九龍城做測試 這隻戒指是公事 我沒想過送給別人的 第一個問題是答案你滿意 那你去台灣幹什麼? 去見那個維維? 你怎麼知道也有維維 那封信是情信還是表白信? 你們究竟在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上次你去台灣 一邊就找我一部電影 一邊就追女生 你這麼忙, 難怪什麼都拍不到回來 沒錯, 維維是這次我在台灣認識的 而且我們也談了一晚 不過不是我們兩個人, 是三個人 還有她經理人 她經理人? 維維是今期的網紅 網絡紅人, 台灣女作家周惠 那晚我們是談談大家有沒有合作的可能 我們還談了一晚通宵 她追問你, 看了那封信沒有? 封信不是真的一封信 封信是一本書, 是書名 現在兩岸三地很紅 嘉莉、十仔, 他們每人都有一本 她們周不時都拿出來看的 就是這本 她說想理想到晚晚睡不著 你偷聽我的電話錄音嗎? 我不過意聽到的新聞 那談公事, 怎麼會晚晚睡不著呢? 維維看了爹拉威哥的影片 很希望我幫她把封信拍成紀錄片 我一直都會回覆她 一旦緊張這個項目 就說我晚晚想到睡不著了 原來你懷疑我一腳踏兩船 你敢看我? 你說我不了解你 其實你也不太了解我 那留言這麼曖昧, 你很難怪我 這個不足以構成你懷疑我的理由 少洋家? 現在少全洋都不夠 那之前… 我幫忙, 你們不是去餐廳嗎? 去餐廳吧 這麼快? 拿一次吧 好 再見 人家說在拍拖的女人特別蠢 在你身上真的完全體現得到 好, 你們去餐廳 回來了 是嗎? 怎麼會來的? 阿細呢? 她說要看封信 一收工回來就鎖自己的訪問 沒出過來了 封信是一本書,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 是你不知道而已 這麼口響, 我不說你會知道 我身為管理層 我和那個時代是要接軌的 本書一卸, 我馬上買來看 寫得不錯, 文筆風趣, 言之有物 你應該買來看看 真正自己, 趙麗雄 連你也贊? 封信是說什麼? 封信是一本調查電子垃圾污染的 是個報道文學, 作者周圍 周圍走往世界各地的 非法電子垃圾場 揭示那些電子垃圾 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 污染附近的河流 導致寸草不生, 大量居民生癌症 有這樣的事?我從來沒聽過 環保從來不是一個吸引人的議題 所以就沒人說了 針不刺到肉就不知痛 那些人未身受其害 怎會去壞人家倉疤? 是那個周圍就不同了 有吉祥站出來寫封信 不過幸好, 我們香港是一塊福地 不會有這種煩惱的 誰說? 本書說現在很多發達國家 越來越多電子垃圾 他們把電子垃圾送到非洲、印度 甚至是中國 令出現了很多非法的電子垃圾場 香港也有 世界其實是地球村 無人可以獨善其身 我還以為扔掉電器就會有人處理 怎知道會變成危害地球的毒藥 電子垃圾和你的脂肪一樣 你不處理它, 你以為它會自己走嗎? 最近我的電話還要省省 我打算換個部 現在的電器很容易壞 傳聞說現在的電器生產商 故意設計電器又這麼短命 是呀…等我們隔一兩年後 就要換一部新的 不過我們現在的消費習慣 又是不一樣以前的 我們以前買的電器講求什麼? 耐耗嘛 現在的人電話都沒說是買過另一部 講求什麼?新的 也對 我們這樣的消費習慣 其實也是製造電子垃圾的幫兇 我先嘗試拿電子去修理 阿哥, 沒想到你對環保這樣的研究 全部都是從封信學回來的 你當然不注重環保的人 也這麼有研究 阿細看這本書豈不是更震撼? 不要把環境污染歸咎於大工廠、大企業 這些公司其實全部是為我們服務 人類無窮盡的慾望 才是環境污染最大的源頭 我先看見你 我先看見你, 快點 我們就要封信學習慣 我愛你, 你是安排自己的人 我愛你, 我就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是何怡婷 立即订阅这个YouTube频道 收看TVB精选剧集精华 喜欢这条片记得 记得like和share